好,成立一甲子的凤林镇豆奶加工厂 历经农业大环境以及政策的变迁 凤榮地区农会是力拼转型 获得花冬基金2300万元的补助 更新设备同时也推出有机漫城豆奶的新品牌 29号是举行了食品加工厂的开幕 以及凤榮豆奶系列产品的上市发表会 农委会主秘范美玲花莲县长徐真卫 凤榮地区农会理事长徐芳健 凤榮镇长萧文龙代表会主席林建平 以会贵宾共同为豆奶加工厂举行开幕 祝福大家也健体健康万事如意 祝福农会开张行报凤榮豆奶香 农委会主秘范美玲支持时更是赞叹 凤榮地区农会实现了期待已久的梦想 让冬天的豆奶加工厂变得更温暖 我们大豆的这个自给率一直不是很高 那很多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加工后端 没办法有这个推动 那当我们这个豆奶61年超过一甲子 比我们年纪还大一些的 能够再重新的换装出发 我觉得对于我们未来粮食自给率 特别是杂粮的自给率的这个提升 是非常大的帮助 那另外呢我也知道 融合总干事非常的认真 当然也是我们理事长 常务监事还有我们各位理监事的帮忙 让我们凤榮农会可以跟农民继作 让农民的收入有一个保障 县长徐正伟也表示 食品加工厂机械以及厂房更新 花林县政府除了协助凤林政公所 109年度花冬基金提案计划 凤榮地区农会食品加工厂改善计划 同年花林县政府也补助农会食品工厂 发展国产米谷杂粮加工事业设备改善计划 应300万元 计器设备完成更新后 产能预计也能够提升三倍以上 非常非常大的利益 也有非常多的机会 来翻转发展的不同 尤其在我们之前的这个铺垫的整个农产以及农业 那有农改厂的全力协助专业的支持 让农友现在的这个精进的作为 以及农友的技术实作 都非常非常专精的 不断的更新农友 现在我们要如何因应现在不同的科技 如何让我们的产销能够不断的往前推进 这两年因为新冠疫情的关系 所以远距这个无接触 零接触变成一种显虚 每一个人都在不断的往前挑战 每一个产业都不断的进进 这就是我们要的 最重要的是大家赚到亲安和乐丽 大家能够安居乐业最重要 欢迎现在我是所有人的靠餐 希望我们大家一起极其解力 我接种 理事长徐芳健表示 农民种植花莲一号黄豆品种 并取得有机销售履历等验证标章 并取得有机产销履历等验证标章 全速收购作为生产豆奶的原料 成品以凤蓉豆奶 曼城豆奶 曼城有机豆奶 为品牌上市贩售 主打凤林在地 种植非基改 黄豆研制制造 平良心讲 准败是非常辛苦 从上一届搞到这一届才成功 非常 还 有喜 在这边我要特别感谢我们政党的主席 因为花工基金必须要由工手来提报 政党跟主席听到这种情况也非常乐意的帮助我们 因为他心里 我们两位长官 他心里经常真的对农民非常照顾 也非常照顾地方产业 因为我们这间工厂是前锋云镇最大间的小工厂 所以还是要继续传承下去 这个 当然 相信各位有试喝过的 一般反应都很好 这个 我想 经过不同的包装 然后这个 方法制造的过程 有稍微略微改变 这个口味上 可能比原先的会比较好 那这个品质 是 一定要维持到底 未来也将透过网路电商平台实体通路 促销饰饮活动 学校营养午餐 各级农会生鲜超市 拓展在地黄豆产业的行销通路 全新包装通过食品安全认证 为在地大豆产业链注入新火力 记者凌桀凌桑采访报导 已经带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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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